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三者 所以这个三者呢 讲的就是以上所讲的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三者 以六祖道师跟那个欢意 是这样翻的 无上、亲近、般若、波罗蜜 画起来 各位你在读《金刚经》口诀 你有没有注意到 六祖道师的解释 跟那个解释都不一样 各位不是他别书心裁 而是他解释 都是针对他自己的解释 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内在解释 他不是 他不见得会按照他一文解义 各位他不会这样解释 那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的解释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花什么心 我们是花上求、佛道 下度众生的心 但是跟我们大师这样的解释 不太一样 他说无上、正等、正觉 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 我们自信多了 唯有我们自信多了 才可以解释 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花这样的心 那你才能够修行解脱 所以先这么讲 是以一切善男子、善女人 若意修行 因之无上谷底道 把无上谷底道画起来 今天宗主大师在解释那句话 他在解释什么 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洛多罗三秒三 谷底心 因如是柱 如是相谷底心 他现在直接在解释这句话 那所以 你在 因之无上谷底道的旁边 写四个字 云和阴柱 对吧 云和阴柱 他现在回答 简单这么讲 我们如何常处真心呢 六首大师这样的解释 也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知道 你有花无上的谷底道 所以你的觉知本身 就不 不就藏住了吗 接着 因之无上清静 波罗波罗密华 这般画起来 旁边写几个字 云和 相互其心呢 所以怎么相互其心呢 六首大师这样解释 他说 你应该知道什么 无上清静 波罗波罗密多华 所以就按照 简单这么讲 就按照 波罗波罗密多华 来降服什么 你的旺心 就这样降服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学金刚经 我们今天要以智慧 来降服吗 所以呢 六首大师头头自为的解释 都没有离开什么 金刚经的经体 你有没有听见 他会以金刚经的经体来讲 那各位 这是六首大师的解释 那我现在划过来 我现在划过来 重新解释 各位 我现在重新解释 我按照经文来解释 按照经文来解释 所以这一句话的经文 事实上 释迦摩尼佛 已经回答西菩提的两个问题 已经回答完了 这一句话就已经讲完了 成本金刚线到这里就over 因为已经回答完了 世尊很清楚的回答 西菩提的问题 各位西菩提这样问 他说 云和云作 世尊这样回答 他说呢 你就以什么 你就以你所花的 对不对 无上正本正觉的心 以这样的心 不就安住了吗 云和降伏其心 对不对 你就以然 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心 不就这样就降伏了吗 有说等于 但是事实上 各位 有没有说 有说啊 怎么没有说 所以简单这么讲 你花这个心 你从头自尾 就用这个心 那不就得了吗 各位这样讲 难道不对吗 如果这样讲 很抽象 请你来 写一句话 你就会知道 这句话 根本不抽象 这句话 就是六所大师 所讲的 福体自信 本来清静 但用此心 死了成佛 后面就是那两句 但用此心 死了成佛 跟这句话的意思 一模什么 一样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自信 本来就什么 清静的 那我们怎么修行呢 你就 你就以清静心 这样去修行 一直到成就什么 佛道 就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世纪的 莫里佛 一直讲这个意思 你花 阿诺多罗三秒三 福体心 这样的心 事实上 有没有 就是花 大福体心 你就说 按照这样的 来安住 你就以这样的心 来降福 你就 简单这么讲 你就以这样的心 从头自尾来修行 那不就对了吗 那讲得很直接了当 所以如果 我们要说 以顿悟来讲 这句话就会顿悟 你说还需要第二种心吗 你说还需要第二个概念吗 你根本不需要 才第二个概念嘛 你就按照这个概念 从头修到尾去好了吗 好 各位 那我现在 再来讲 我们应该修行的法门 我现在讲 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 只要一句 欧弥陀佛 你就可以成佛 你当相信 就只要一句 欧弥陀佛 你不用怀疑 那你 天台中的自主大师 他只要跟你讲说 你观呼吸 你也可以成佛 你通过六庙门 也就是说 一个法门 从头到顶 你就会成就 但是我理归 你有这颗老实念佛的心吗 所以这颗老实念佛的心 事实上是很难去建立的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不会成就嘛 这不是跟你点出来了吗 很清楚的跟你讲说 我们修行的忙一点 但是呢 我们就是不愿意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才 患着毛病 东部的什么 西温 东学西学 东求西求 所以求什么 求你的心不就得了吗 反乎求佛不求心 圣人求心不求佛 各位求心不求佛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中自有佛 所以才求心不求佛 所以这样 各位 这样就剪完了 所以呢 这里面 刚才请各位把如事 这两个字画起来的意思 这两个如事 就是如什么 如你花 花的心 大家有点吗 如你花的心 这样子来安住 如你花的心 这样子来降果 所以叫你把 如事画起来 这是他的重点 但是 这个话谁听得懂 只有虚仆 你听得懂 所以接下来 虚仆 你这样回答 各位你看 第十二页 虚仆 你这样回答 为难 你世尊 所以 事上这一句话 就是虚仆 你听得懂 为难的意思呢 有没有 这意思就是点头的意思 各位点头的意思 事上这个就是一个丰安 就像什么 就像呢 世尊脸花微笑 脸花 大家的尊者微笑 有没有 意思一模一样 未来世尊 他听得懂 但是问题是什么 一般人 听不懂 各位 一般人听不懂 所以 虚仆体才会这样讲 哎呀 是的 世尊 再次呢 可不可以请世尊 再讲得更清楚明白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 让所有的人呢 也都能够到呢 所以后面来 遇到 所以这样的解释呢 是路人 这路的解释 是叫西菩提 所以这个呢 愿耀义文 不是西菩提要问的 也不是西菩提 对 他不懂 而是西菩提 听替的 所以替 其他人问的 因为西菩提 知道很多人还是听不懂 那都没 还是听不懂 世尊刚才前面所 所回答的道理 所以简单这么讲 懂的人 一句话就懂 那不懂的人 就详细讲给他听 所以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 你随便问我一个问题 我按照这段公式 我套给你看 各位 我心用 因如是重 如是降无其心 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然后接着 才告诉你 后面的问题 详细告诉你 比如说你随便问一个问题 来 我喝口 让你问一个问题 想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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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因为外心 我在那后背心 因为重心就是这样 所以以后要叫你修行 还简单 想 你们的妄想叫什么 就没有 叫你想 你又想不起来 想到了吗 你学问一个问题 你学问一个问题 你教导 说 我这样 德性 放不下 来修行 那我这个 应证德性 跟那个 明确的标准 比如说 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说 你要我完全 性感 不把力气 做 我想做到 行 还没做 所以我不晓了 那个标准 我回答你 我先用诸诸诺的方式 回答给你 一句话 诸恶莫作 众善奉勤 我这几个词 就把他回答完 他问题 两个字 你还听不懂 他说15点 可不可以在什么 再详细的解释 什么叫做诸恶莫作 众善什么 奉勤 所以后面才有 其当间后面的东西 这样你了解吗 就是因为什么 因如是助 如是 想无极心 听不懂 所以还要再继续解释 所以各位 所以你该了解 知道几个 所以有时候 你在看经典 你要很活泼来看 整本金刚鲜 你说干什么 很单纯 所以这一副戏 实在太好演 只有两个人 从头 最话对最到尾 这里面的情节 也太单纯了 你知道 只有这两个人 一直对话 我从来看一本活经 没有什么活经 那么单纯 所以各位 你要是到他们 一直对话 在谈这个问题 好 那各位 那我们来解释 回来世尊 愿要一文的意思 你看助解 回来者 因若之词 就是回应的意思 愿要 那个字要念要 要念乐 愿要是什么意思呢 愿佛广说 令仲下根基 尽得开悟 你看 右手大师 就是把他 注解出来了 令仲下根基 尽得开悟 这代表谁 谁听懂 西部里的 听懂 但是中下根基 这个人是什么 听不懂 所以右手大师 就把他点出来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来谈到 这个 要字 要字呢 就是要我女生华 作为金刚记 是一本大华 是一本 圣生波勒的妙华 它不是像一般 对世尊所讲的华 各位你不要以为 世尊所讲的 都一定呢 是很深的华 各位不要这么讲 世尊有为在家人 讲华 讲什么华呢 讲做人的道理 比如说 世尊跟在家人讲说呢 你要好好的 你要好好的生活 你要好好的生活 首先呢 你就要有经济基础 所以世尊教众生 要有四项 要有经济基础 第一 你要有经济基础 第二呢 对不对 你要能够好的去应用 第三呢 你要自己要有个好朋友 第四呢 有没有 所以世尊一点一点的讲出来 他这世尊人所讲的话 他甚至也讲到 到说 当你说到钱 你还要理财 所以这一点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世尊记人会想说 赚到钱 还要懂得理财 所以这个世尊所讲的话 不一定呢 是圣生的波罗妙法 因为他在对方的程度 但是今天呢 感觉这边金刚经呢 有没有 他是被圣生的波罗妙法 所以大家呢 要心理准备 麻烦要开启你的智慧 所以才会呢 用这个要制 遗文者 可养慈慧 诸位 很渴望 你了解吗 很渴望啊 世尊呢 慈悲教诲 那诸位 那我们接着 要那回来讲哦 便要这两个字画起来 遗文画起来 我们刚从这四个字来谈 这四个字很重要 为什么 这四个字呢 就是诸位 你们听课的态度 你们现在听课 假设要符合这四个字 你的态度 不太正确 你听话 不太恭敬 那各位这个呢 愿要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这么讲 愿要 就是你自己想要 所以你今天来听金刚经 是你想 你是想要来的 你不是好奇而来的 你也不是来说天 你真的想要 所以你才来听金刚经 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呢 还是呢 你听得说什么 可听可不听 只要第一 心情不好 不想听 第二天气不好 不想听 第三个身体不太好 也不想听 是不是 还是有很多人 是这个样子 不然我现在做调查 从第一节 一直到现在 没有缺席的几首 不看几位 没有缺席 还不错 放心 现在才第几节而已 现在才第几节而已 对 就一半的人 有缺席 那如果这本书 穿到完呢 最后一节我再来问 最后一节 谁会想要 那天到一个同学 去参加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问得很好 你说他问了什么问题吗 我公开跟各位来探讨 他在问 他说师傅呢 我的假期 实在是很难等 但是呢 我去呢 请两天假 要来参加 学会的理由 但是呢 我就请不出两天假 来参加 参加个残修 他就问我说 师傅 这是什么因素呢 我说 你不是要难受人吗 这叫什么因素 各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忙 我有事 对呀 你有比身体更重要的是 那当然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说 现在讲的是一种动机 就是说 你有没有真的想要 所以这个概念呢 会造成呢 你对每一节课呢 的专注 而且呢 你会很专心来听 虽然你自己呢 必然就有比别人 更深的 受益 但是主要 但是并不再有你全情 你有很深的受益 各位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你全情 你就可以有很深的受益 你虽然是全情 但是你并没有什么 这种 想要的心 并没有 那主要 那这样的心情 也效果不专哦 这是真话 这位 就像呢 各位 以往的年纪 是国中就开始学英文 学到大学 也是不会什么 讲英文 对不对 对 很多人都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并没有 很想要把英文什么 学好 就是这样子嘛 就这么简单嘛 我们在学习的当中 好像只是一个 为了应付应付嘛 那各位 那这个呢 英文是什么 英文就是说 你 文了之后 你才真正可以受益 但是各位 我现在就问你哦 这个文就是说 你听到 你听到了什么呢 我现在就在问你了 来星光 星光三叶 我问你星光三叶 你听到 你听我讲金刚经 你听到了什么 听到了华语 好好听个名词哦 你这个华语指的是什么 详细跟我解释一下 是文字的意思呢 是文字的意思 还是什么意思 文字的意思 讲得好 听到了字语 不是华语 麻烦一下 这叫做字语 不是华语 各位说不定 今天就上来 这里面考什么 换义题 说不定你可以得满分 换义啊 就是 把它换成白话 说不定你可以得满分 但是各位 我现在不是叫你亲自义 我现在要让你明白真实义 愿解如来什么 真实义 哦 各位 这理由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才说你听到什么 哦 我就不知道了哦 所以这东西就没办法分量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所以在古人呢 有一句话他这么讲 他说 得意 忘意 所以这四个字画起来 得意 那个意是心意的意 忘意 最后那个意是自意的意 叫做得意忘意 这四个字先 先把他简起来 所以这才是你真正要听的 所以得意是什么 我已经知道那类圣人的心意 我在天心当心呢 我知道呢 对 如来的心 我知道如来的心意 忘呢 对 忘意 这些那文字 我可以把它忘了什么 一干二净 都没有关系 因为呢 这些文字 我刚才讲过 这些文字 他不是我的心 这些文字呢 他只是手指头 他不是月亮 所以说你读经典 读到最后是什么 得意忘意 不是一天半 我解释给你听 解释得很不错 但是其实就不能记录 不能记录如来的心 那不是很可惜吗 那当你读经典 你要读到什么时候 你这样会读经典 所以各位啊 所以你看 六祖大神 他解释 他为什么 没有按照文字解释 那你明白了吗 他都在解释佛意 佛真正的内涵 所以我们才选他的版本 那不然如果 你看之一 有什么好看的呢 未来世尊 是个世尊呢 所以呢 我们接着 很希望挺文字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各位 所以大家 要针对呢 要语文 这四个字 你好的 去体会 你这样才能够什么 才成 文思修 文思修 会造成呢 你的智慧 这叫三慧 文慧 所以这个就是文慧 文化生慧 请你呢 听文佛法 生起自我 这叫文慧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段 福告须谷底 诸佛上 摩佛上 因如是 降伏其心 如是化起 所以这里面的如是 跟前面那个如是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里面这个如是 讲的是什么 如下所言 上来的 如下所言 我现在下面是什么 所讲的 好 各位我们先解释经文 现在佛 在详细呢 告诉虚菩提 其大众 他说 诸菩萨 摩 科兽 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 诸花心的菩萨 诸位 这里面的诸花心的菩萨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前面什么 善男子 善女人 发阿诺佛罗 三秒三菩提心的那些人 真的吗 指的是那些人 因为他们是干什么 干花菩提心 所以 只要你能够 发那个阿诺佛罗 三秒三菩提心的人 就可以叫做菩萨 诸位 你怎么叫这个 你就发出来 我给你叫这个菩萨 那些 诸位 这叫做花心菩萨 但是你还不是圣贤菩萨 也就是说 你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 你只是花心的心 我说个很简单的例子 所以比如说 你是一个老师 然后你看一般学生 然后你就跟所有学生讲说 来来来 你们有什么理想心愿 所以像孔岛屋子 跟他弟子所讲的 个言而至 然后你们有什么志向 想给我听 六十个人 其中有五十五个人都说 我没有志向 我也不想做什么 那你这样心态的人 接着怎么讲 接着怎么教 所以其中就只有 其中就只有五个 深圳以后花心 第一个花心 以后要当黑色的老大 对不对 第一个花心 以后要贩卖人口 到最后只有一个深圳花心 才比他像样一点 所以各位 你没有花心怎么学 主位 接下来整本金刚经 都针对花心菩萨讲 为什么针对花心菩萨 主位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我再还给你听 因如花菩的心 这样做 因如花菩提心 这样降辅 那主位 那如果你到这节课 还不花心 那后面怎么说 这时候已经跟你表明很清楚 好 主位 好像我的意思 在强迫你的 你一定要花心 各位不是 我要强迫你花心 而是你没有花心 这个根本就讲不下去 你跟这的金刚经完全了吗 不相应 我花心的在哪儿端呢 哎呀 好啦 主位 你没花心 你也可以来 反正你也 你来摸 听 你来到老边 你就来摸 听到最后一节课 看会不会什么 会不会花心 听到最后一节课 看你会不会花心 那你不花心 你所学的东西 可是旁人走到 可是实在 真心不可以 那所以讲的 诸菩萨是 刚花心的菩萨 摩萨 亦可以解释说 大菩萨 亦可以解释说 已花心的菩萨 有没有 刚开始 前面的诸菩萨是 初花心 摩萨是 已花心 所以简单这么讲 不论是初花心 或是已花心的菩萨 都应该呢 如我以下呢 所教的方法 来什么 降伏其心 也很清楚了 现在看大师的注解 六祖大师现在的注解 刚开始先注解菩萨 跟摩萨 你看他先注解菩萨 前面清净 后面清净 名为菩萨 所以这个意思讲的是什么 念念清净的人 哦 所以 这是真的 真的对菩萨的意思 细下解释 如果我是这样的人 我早就开悟了 怎么在过来 在这么困呢 下面 念念不退 虽在成老 心肠清净 你摩赫萨 他在哪里 他在四个字 虽在成老 这个话起来 所以前面讲的 讲的菩萨是什么呢 他可能自己呢 一个人好好地修行 所以他可以念念清净 但是后面现在讲这个 摩萨讲的是什么 他在红尘当中 他在六尘当中 他在色尊香味 触瓦当中 他在人形当中修行 他又可以什么 心肠清净 这个境界更什么 更高 所以诸位 所以你的境界 你不要以为 你的境界提升的 说不定最近呢 比较少人来还你 说不定最近呢 你比较顺利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呢 你的境界提升了 因为你懂错误 说什么 最近比较亲近 就代表你进步了 诸位不是 只是呢 你的外眼没那么多 所以你感觉 你无论你亲近 所以我常常这么讲说 亲不亲近 意到亲近就知道 没有意到亲近 不要谈 对 亲近 这是什么 这没有意义 接下来 又慈悲 喜者种种方便 跨度众生 名为菩萨 用各种角度来解释 是菩萨 诸位 菩萨内心 一定要懂慈悲 喜神 他可以 用各种全角方便 来度化一切众生 那诸位 那这个叫做菩萨 那摩赫赫 能化 所化 心无取卓 是免磨 摩赫赫 心无取卓 这个字化起来 这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呢 摩赫赫 也跟菩萨这样做 只是呢 他并没有能度跟所度 他没有呢 这样的持久 所以痰赫要比他更高 差别在这里 好 解释完了之后 那接着 现在六祖大师 要去解释什么 强服其心的道理 这段很重要 恭敬一切众生 即日降辅至心处 这段话 画起来 你看六祖大师的解释 好像呢 好像这个没有什么 但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 这很有什么 佛法一定是在恭敬当中求 一分恭敬 一分成就 十分恭敬 十分成就 所以你看我们的心 各位我们 我们的心 为什么一直起望呢 因为我们只看到自己 我们眼神并没有特别的 所以我们对众生呢 常常忽略的 我刚才讲过了 你对你身边的人忽略 你对万物忽略 你对你的生活忽略 所以你忽略 你没有恭敬 所以你的心 才一直起无不定 一直起无不定 那一个人 假设能够恭敬一切众生 他为什么就能够 降辅他的心呢 为什么呢 我宋哥四个字 你自己把它醒起来 无我利他 主位真正 真正一个能够利益他人的人 他的心 一点我的概念 都什么 都没有 他才能够真正利益他人 那主位 那假设一个人 能够达到无我 我请问那主位 他的忘心怎么生起 我们今天就是在那里 执着我 所以你才会忘心 一个生起 所以六祖大师 画了你点经 给你点出这个问题 他一点就把你点出来 对不对 你要降辅嘛 从恭敬当中去 那主位 要去降辅怎么心呢 要去降辅我们的忘心 而让真心什么 现前 这个真心就叫做真如 所以大师接着要解释 真如这两个字 各位看 真者不辩 如者不辩 各位 真者不辩就是 如者不义呢 就是你 所以大师接着解释 义诸境界 心无辩义 明曰真如 各位这边解释话起来 义诸境界 心无辩义 诸位心无辩义 辩义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被影响的意思 以及就是说 义到任何的境界 心不被影响 那才是你的真如本性 那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那才弃入真如 所以真如就是佛性 像这块解释 义语外不假 约真 内不虚约如 就是那里真假不惜 所以呢 恋恋无差 即是降伏其心也 这一句话最重要的画起来 所以这一句话真正点出呢 降伏其心的方法 刚开始是点出什么 恭敬一切众生呢 有没有 是降伏 至心的地方 有没有 但是呢 现在所讲的呢 是他的方法 念念无差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念念无差别 那念念无差别 到底是什么心 平常心 写起来 在旁边写三个字 平常心 平常心跟忘心 怎么样啊 对 忘心就像一个波浪 就像一个起 所以平常心呢 就是不被影响 心是这样的平等 心是这样的平静 所以他躺在什么 常处定中 就叫做平常心 所以赵说和上 他常常开示别人 当有人问他说 那什么是赵 赵说禅师 就会跟他回答说呢 平常心 就是道 所以呢 他都以日常生活当中 去开示别人 他会叫别人拿个脸 用患的吗 没有用患的 他会叫他去吃患 那吃过患的人 他会叫他去洗锅 口 口的人 会叫他什么 吃茶去 这都是赵说禅师 很有名的公案 东讲西讲 所以吃患是平常 喝茶是平常 睡觉是平常 所以平常心就是道 赵说禅师 他都是这样 为人家开示 所以呢 有人呢 问赵说禅师说呢 什么是道 赵说禅师跟他讲说 平常心是道 那个人就回答说 我不要听你的解释 我要听什么是道 那个道字 赵说禅师就让他回答 他怎么回答 他这样回答 他说 大道通常安 那个人开悟了 什么是道 我要的是道 不是你 不是你去解释 道这个字的意思 叫平常心 我不要听这个 你看 老赵就那么厉害 老赵就那么厉害 他这边在讲 大道通常安 你摆这一万几种 什么 不是 对 他们是成果 现在问题是 为什么大道通常安 怎么不要大道通台中 所以 你不要讲那么困难 我在用个名词 就很简单 条条道路通走 通通 各位这些话 你们不是就聋了吗 所以大道通常安 简单这么讲 每一条路都可以通什么 通常安 那常安是什么意思 常安就是福性 常安就是健庆 所以他的开释 病没有很抽象 就是生活上开释 各位你要学会 这样体悟人生 你这样才能有机会 弃弱 不要说 因为他弹情说妙 我不喜欢这个样子 用生活的东西 就可以弹 所以你可以 就可以弹得很清楚 接着我们看下一段 重要的开释 因为前面讲说 因如是相服其心 到底是什么方式呢 接着看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软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灰有想 灰无想 我皆令路 无以灭蓝 而灭渡之 所以 事上这一段话 他可以 用很快的方式 就把它解释完 所以 这一句话 你刚 全部都背起来 但是你不需要这样 但是你不需要这样背 你怎么背呢 那我教你 最简单的方式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画起来 再把后面就画起来 我皆令路 无以灭蓝 而灭肚子 这不就完了吗 所以以后要强如其心 你就把这一段背起来 所以一切众生之类 我皆令路 无以灭蓝 而灭肚子 这样就好了 你看 不用这么啰嗦嘛 对不对 就是所有众生 不论众生 各位初分 可以分三戒 那细分 那当然可以分九类 十类 十二类 随便理分 简单这么讲 就是要度尽一切众生 那各位 那我们先讲这一段 我们先慢慢说 我们先整这段的内涵 整段的内涵 所以这一句话 跟你降伏其心 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为你 各位你想想看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或是你是一个法师 或是你是一个禅师 你一般都会怎么回答呢 各位 我自己来套招 我自问自答 你听听看 哎呀 师父 怎样降伏其心 要降伏其心嘛 你就要修行 师父 你各位教我方法 可以 你可以属习 一 二 三 各位知道对不对 你要降伏其心嘛 我叫你属习 你可以念佛 用佛号 刚开始来对视望念 刚开始来压支望念 渐渐的扶环绕 一直到赚环绕 各位 所有人都这样教你 对还是不对 就只有释迦摩依佛 不是这样教你 所以我一直 我当时在看这段的时候 我会突然说奇怪 他怎么跑到什么 跑到那边 但是呢 但是我经历去 去思维 有没有 师父所讲的才是可以 因为师父所讲的 才是根本的问题 你了解吗 他教你 是根本的问题 他不是教你 什么方法 这是我们众生的心态 本来就错误 所以众生的心态 本来错误呢 叫做营练无名 所以从头错到尾 所以一个心在错误的人 他学任何修行的缓门 依旧是错 因为他发念不正确 所以他怎么学的不错 所以你没有从 真正的心态去做调整 你教他怎么修行 有意义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各位 就像说呢 借定会就好 大家都不慈戒 一天早晚就修禅定 简直在笑死 所以什么叫慈戒 就是得行 你这个人没有得行 你还修什么定位等词 那不是很可耻吗 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所有的 所有要去修行的人 一百个人当中有没有 有九十五个人 没有得行 哪几个人有得行 但是偏偏呢 多想要去学什么 去学相互亲心 多想去学自信一处 都是要去学那路见 你凭什么定 所以各位 所以从基础的佛学 你就不明白 基础的佛法 在考课班 我谈得行 谈了差不多三节课 下下礼拜 下下礼拜还要再谈 第四节课 多谈得行两个字 为什么 因为得行没有建立 你的修行 你后面的东西不用来 因为它没办法建立 你说没有得行的 你能够入定 可以 那叫外道 所以没有得行的 还不可以入定 那是外道 外道可以入定 那不是 所以这个定 不能够生起智慧的 这个定 只能够处在一种定境 或是一种定向 然后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刚才一定有讲过 众生的心 它为什么起无定 因为众生的心 它总是自制的 总是自我意识很强烈的 所以它从来没有 顾及到别人 它没有顾及到一切众生 所以自制的开始是针对什么 你应该度尽一切众生 也就是说 你的心中 你唯有度尽一切众生 你才能够把我的概念什么 破除 不然你不可能破除你我的概念 因为有我就一定有妄性 有我就一定有自我意识 这没办法 所以他世尊才会教你什么 把我的概念破除吧 但是他很高明 他不 刚开始他不讲说破除你的概念 他说呢 你已经度尽了 各位 假设你有能力度尽一切众生 你自己会怎么样 你说说看 你看他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这样的角度 这样当然是一种很正确的概念 你就是说一种很慈悲的概念 这个是大慈大悲的概念 所以一个大慈大悲的人 他一定能够没有果的概念 所以他一定能够相辅他的心 各位从整段经文 我们可以直接谈他的内涵就好 你抓住他的核心 这就是世尊 谁要我讲的核心 那自己下面一段一段一段的解释 那各位 今天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就留在下节课 有点辛苦的一次 谢谢 谢谢